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昨天 有稍微講一下這個活動 那我也沒有 非常仔細的去看 那我經過一天的遊玩 有稍微仔細看一下 發現這個綠色關卡 它是送我220點 220點的點數 那下面藍色的關卡 這個 你玩的話只有100點 那它額外的機會 是送你球員 跟代幣 強力虎虛代幣 所以各位你可以取捨一下 看你是要拼那個 8.8%的運氣 還是說直接 怪怪的去收集220點 比較多 那經過遊玩一天的話 我可能會落在 7000多點 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 早上的7點多 我還有大概12個小時 可以遊玩 那我昨天有提到 第二張77的大師 原來就是在這個排名 這個前100名的話 就可以獲得77的精選 所以說只要盡量的往上爬 就可以了 然後更前面的名次拿到的東西 越多 包含了1000點 然後甚至你可以再 有一個額外的這個組合卡包 好 好 那所以說 我預估我一天落在7000點 那這個活動 總共是9天 所以 9763 我預計我會到 6萬多點 那看起來 要5萬1 是綽綽有餘啊 嗯 那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球員不夠的問題 球員我這邊全部拿到的話 也才15張 15張球員而已 去看一下合成 15張的部分 這邊要4張 這邊要15張 所以說 重點 這次活動之前 就是這個 76到80的總拼 球員夠不夠的問題 所以呢 要拼球員的話 或許你要打這個藍色下面這個關卡 才有機會 那剛剛已經算過 點數應該會足夠 可以來到5萬1 所以說呢 應該是來得及啦 那就 可以再分多一點 打下面的這一關 我就拼那個8%的機會 所以說你如果要球員的話 打 最前面的 是9% 有9%的機會可以拿到 所以可能打第一關 會比較有機會拿到球員 好 第一關的藍色 好 所以這次活動的主要問題就是 球員的問題 還有80總拼的問題 不過我看有些人已經抽到80了 不過要5張啊 所以各位就盡量的加油 那如果說 球員真的不夠的話 這邊有個500球幣的 他基本上是 只給你一張 但是有 有一個機會 可以再獲得 第二張 20%的機會 那這包有5.9%的機會 獲得80總拼 所以這包如果真的 到時候來不及 可以試試看 不然其他都蠻貴的 其他都蠻貴的 好 那就這次活動的部分 所以說 這個點數應該就換不到 不用換了 應該是足夠了 我們就直接 就想辦法 直接把它丟在82跟87這邊 祝各位都順利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